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了此真辙 瞬间便会贪软无力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却足以将其一招毙命 路易从来没有瞧不起过惊吓 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能力 只是一想到他不顾自己的安全贸然行事 他心中便觉得无法安稳 一颗心 悬在半空中的感觉真的不好受 路易依旧黑着脸瞪着惊吓 只是言语间却不似刚才那般严厉 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拿命去搏 你要记住 你是我的未婚妻 你不是亡命徒 惊吓刚想脱口而出 未婚妻只是权宜之计 可是当他看见路易依脸忧色时 突然间便说不出口了 他慢慢低下了头 不停地转动着自己的鞋跟 弱弱地回了一句道 我知道了 路易见惊吓的态度软了下来 言语间也不似刚才那般严厉 轻声问道 你可有受伤 惊吓低着头摇了摇 虽然他依旧不肯承认自己有错 却也不敢抬头看路易的眼睛 他为何会来这里 是因为担心自己吗 他为何会住在隔壁房间 他到底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计划的 他满心的疑惑 却不敢开口讲 没受伤便好 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随我一起去唐家 路易背过身去 他只觉得自己有些虚弱 不想自己狼狈的一面 让惊吓看到 哦 路易突然间不再为难自己了 反倒让惊吓有些不适应 他简单地呕了一句 却发现自己并不想离开他的房间 他还有好多话想问他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思来想去 终究是没有忍住 弱弱地问道 你为何会来云南 是因为我吗 我当着众人的面与唐家毁婚 终究是要给唐家一个交代 哦 那你怎么会出现在长三堂 是去哪里找乐子吗 金夏心里大概猜测到是因为自己 但是他还是试探性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向来不喜自作多情 偏偏路易这个家伙 素来喜欢口是心非 害得金夏误以为自己自作多情好多次 金夏一句话 再一次惹怒了陆少 他猝不及防地回身 怒瞪着金夏 在你心目中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吗 金夏吐了吐舌头 俏皮地耸了耸肩 他就知道自己又惹怒他了 他抬头看着陆毅 本想和他道个歉 却不料发现陆毅一脸惨白 唇色全无 他紧张地问道 陆毅 你怎么了 你受伤了 金夏伸手向前去摸 想看一看陆毅到底哪里受伤了 却不料被陆毅一手给挡了回来 我没事 你受伤了 让我看看吧 要不然我会内疚的 金夏眉毛微皱 央求着 他没有看见他身上有血色 那么到底哪里受伤了呢 金夏拉着陆毅的胳膊 将他拉到椅子上 这一次陆毅没有再拒绝 他慢慢地解开了陆毅的衬衫 只见他左侧腰间绑着白色纱布 血迹慢慢渗透出来 早已将纱布染成了红色 由于陆毅 今日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 再加上伤口在左侧腰间 金夏便一直没有注意到 怎么弄的 金夏一边小心翼翼地解开 陆毅腰间带血的纱布 一边担忧地问道 来的路上遇见了匪盗 陆毅虽然说得轻描淡血 但是金夏能够想象得到 到底有多么的凶险 他的身手 金夏自然之小 再加上他陆三少的身份 又有哪个匪盗敢惹呢 匪盗会不会只是障眼法呢 金夏不免有些担忧 他从怀中拿出了金疮药 用房间内的清水 替陆毅将伤口简单地清洗一番 替他上了药膏 又重新找到新的纱布 帮他包扎 这一番操作下来甚是熟忍 想当年他贴身保护他 便是经常帮他处理伤口 金夏帮陆毅处理完伤口后 便又在他的行李箱内 找到了一件干净的衬衫 递给了陆毅 轻声道 换上干净的衣服吧 免得感染 陆毅不接 饶有玩味地看着他 对他道 你帮我穿 陆毅直勾勾的眼神 让金夏略有些不适 他低下头避开他的眼神 拒绝道 你自己穿 你这是害羞了吗 陆毅在逗弄金夏方面 向来不吝啬 没有 金夏嘴上否认着 然而眼神却依旧不敢看陆毅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他不怕陆毅冷嘲热讽 甚至不怕陆毅骂他 只是 他却怕及了陆毅这样 暧昧不明的眼神 这种男人看女人的眼神 让他觉得十分慌乱 下意识地想要逃走 刚刚在我身上摸来摸去不害羞 现在让你帮我穿衣服到害羞了 我什么时候在你身上摸来摸去了 金夏脸瞬间红了起来 上要和摸 分明是两个概念 陆毅用摸 那分明是在嘲讽自己 看着恼羞成怒的金夏 陆毅心情方才好了许多 让他不听自己的话 那自己便要调戏他一番 这种恶作剧的心理 估计陆毅只有在面对金夏时才会产生 任谁也不会想到 不苟言笑的陆三少 私底下居然也有幼稚的一面 帮我穿上衬衣吧 我担心撕裂伤口 陆毅不再玩笑 金夏方才娇羞地拿起衬衫 替陆毅穿了起来 陆毅身上的边痕依旧清晰可见 他胸口处的伤痕已极其明显 金夏轻声道 燕如研制得去恒高效果明显 你怎么没有用 为你留下的疤痕 我不想去掉 免得日后你赖账 金夏愣愣地看着陆毅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弄得金夏的小心脏乱颤 他帮陆毅将衣服披上 别扭得道 扣子你自己扣好吧 我回去休息了 明天还有事情要忙 说完便匆匆忙忙 从陆毅的房间跑了出去 生怕陆毅再说出什么让人难为情的话 看着金夏快不离开 陆毅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他当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他每次靠得他稍微近些 他便会逃开 或许 他只有保持着这不远不近的距离 才能够留他在身边吧 从陆毅露出了